今天我们来看的 经文大高级前的灵修 我们看勤修第六章九到十一节 圣经说 解开第五印的时候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 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 被杀之人的灵魂 大声喊着说 圣洁真实的主啊 礼不审判 住在地上的人 给我们生留学的冤 要等到几时呢 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 又有话对他们说 还要安息片时 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 也向他们被杀 满足了数目 这一段经文 看起来非常的难过 但却是一个感恩的意象 因为这些寻道者为了神的道 为了神的名被杀的时候 他们在祭坛的底下 他们的灵魂 我们就看见 如果没有过去的他们 就没有今天蒙恩的我们 对吗 弟兄姐妹 这些人为了信仰 连生命都放弃 以至这个信仰可以流传 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 我们这样说 我们要过分吧 因为如果没有过去的他们 就没有今天我们 蒙恩的我们 其实不同的角度来看生命 意义就不同 看我们怎么看人的生命 神把这些寻道者的灵魂 放在祭坛的底下 他们离开世界 原来不只是去洛元 因为耶稣基督之后 就洛元开始了 凡是信耶稣的人 而且放在那个祭坛的底下 代表着这生命 已经完全的献给神 表示他们的牺牲 已经蒙神悦纳 他们并非白白的牺牲 白白的被杀 他们的牺牲是有意义 有目的 而且是神所准许的 并且他们的离世 和我们的想象不一样 我们想象一个人离开 世界就死了嘛 但是他们虽然死了 却仍然是活着的 因为他们还会说话 还会和神对话 你看奇妙吗 这就是生命 这就是属主的人的生命 还有他们为了什么原因被杀呢 我们来重温刚才的经文 刚才提到有两个原因 他们为神的道 并为做见证而被杀的 为神的道 更为神做见证而被杀 那这两个两大原因 他们就失去了生命 那那些露体的生命呢 那第一 为神的道是证明 他们高举神的话 高举神的真理 来被杀 第二 为做见证 是代表着他们活出神的话 活出真理 他们的见证 就是见证神的道 神的话 神的真理 这两大原因被杀的 高举真理 活出真理 他们就为了这个来 付上生命的代价 所以很明显 漠视的灾难 会冲着我们的信仰而来的 对吗 你看这个情况 对着基督徒的信仰 这是受苦的最大的原因 同时也有人为了信仰的缘故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时 神马上给他们 代表着 得救 得胜 得荣 得荣 的白衣 是给他们穿 让他们知道 他们是被纪念的 还有一点我不容易明白的 就是这些被杀的人 要求神 施行审判 为他们伸冤的时候 他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 神说还要等着 注意等着 一同做仆人的 和他们的弟兄 也向他们被杀 满足了树木 为什么 我不明白 还杀不够吗 还要杀够了 被杀的树木满足了 才能够申冤 不是的 原来从那个角度来看 原来神儿女的受苦 正正影响着 末世时间表的进程 你看神经文 被杀了满足了 审判就来了 意思说 神儿女的受苦 是影响着牵动着 漠视审判的时间表 被杀的满足了树木 可以翻译为 完成了使命 等他们完成了神的使命 完成使命的人的树木 满足了 神的审判就会来 原来他们的生命 在神的计划里面 不是白白冤枉死的 这样的生命 是有使命去完成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每一个属神的人的生命 都有使命要完成 完成了 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 使命完成了 神对世界的审判就来到 而他们做工的果效 也会永永远远 随着他们被击灭 这是起书 是四章十三节所说的 做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 我也看见 对世人不也是恩典吗 对哪些犯罪作恶的人 顶撞神的人 也是恩典呢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单言 是给他们宽容的机会 神等着等着 不单是等着 他们的数目满足 另外一方面是等着 有些人还没得救 所以这个等着 也是给罪人 一个宽容 等候的机会 你说不是恩典吗 这些人 他们明白吗 他们了解吗 他们知道吗 他们不知道 所以就让弟兄姐妹 完成我们生命的使命 让他们知道 所以从这个角度 来看生命 看神的计划 我们的意义就不同了 对吗 弟兄姐妹 所以跟随主 一生跟随主 全心全意爱他 敬拜他 服侍他 跟随他 为他而活 和受苦 都是有意义的 绝对 不是突然的 感谢主 我们祷告 谢谢天父 因为我们生命 在你的计划里面 利用我们的一生 无论人生是 顺境 逆境 阳光 普照 还是风雨 照亮 我想都要你美好的 记忆 帮助我们完成你 在我们身上的使命 深信 你让我们 能够完成 在你计划中有份 这是我们极大的福分 求主 用我们完成 你的计划 达成你的心意 让世人 在这个耽误的里面 单言的里面 都能够明白 这是你对他们 宽容的恩典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 基督的圣明 阿们